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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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啦 2點整啦 嗯...今天 我們又要來開箱啦 这一盒又是郑大哨跟无线维度标下来 这支新的攻击自由2.0 Freedom 2.0的原模 原型师涂装的版本 他也很大方的请我们开箱 这个东西跟莎莎比一样是同一间工作室做的 但是他们是不同的原型师 这个改套的话现在好像都可以预购了 有需要的可能就是找 台湾应该是找EGK 我们也都没有贩售 所以我们只是存开箱跟大家分享 因为原型师做的涂装跟 一般我们帮客人涂装的东西还是会有差异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客人可以看到更好的东西 毕竟他们这东西是世界级的 并不是说就是一般的 一般就是我们一般钢弹涂装是有差异的 因为他们精致很多 那以我知道他们的分色是很可怕的 一个零件可能听说这是盾牌有六个分色 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来开箱 直接开直接开 这盒比较差比小很多 有没有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容量 说明书不用看 就是万代的说明书 基本上本体还是用自有的本体 这个不用看 再来就是一样他们一样用格子的方式 方便寄送 然后不会有碰撞的状况 这个海绵我上次查过 这个其实也都有卖现成的 只要一些圆形石脚你们要单件寄送涂装品 要寄送可以用这种盒子 就这种海绵啦 这盒子可能是他们用手工做的 但是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是手工做的 这个海绵是外面可以买的到 然后是一格一格可以直接把它下来 这个是身体的部分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的时候 我就是焦距我再调一下 等下整体的时候我们再切换 你看这个胸口这个细节分色的部分 它都蛮有做到 墨线什么就不用说啦 这个线细到我都不知道它怎么刻的 而且都不会有瑕疵 好 身体的部分 这一度 我们看一块 谈一块好了 这应该是背包 一样他们做的分色 就是很精致 就像这个上面这个 这一块是尖尖的这个部分 这个边缘修饰的实在是没有滑脚 好 腔的部分 这一次他们就是主要 应该是翅膀的部分 大家比较在意是翅膀的部分 跟那个盾牌 他们的盾牌 就是跟人家很不一样 先不要开好了 以免我们会怕刮漆 一样 这个角度好像只要看得到 这一支之后都还是会放在店里做展示 那很多人一直在问我 那一支一样是无限维度的海牛 会不会在 基本上我会再把它拿出来 所以之后店里会有无限维度的沙沙比海牛 跟自由钢弹 不是自由攻击 三支会有做展示 大家最在意的翅膀 把它打开一下 这样开大家看不清楚 现在我看到翅膀光蓝色就有三个分色 它这个应该是 这一块 这一块应该是故意不压下去的 这块 感觉压下去会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就不压了 大家最想要看的翅膀的部分 等一下我会把它整支再组装起来 我们先把零件都拿出来 这块 肩膀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比较小的话 它的 因为拍摄的话小东西会有点瀑 所以 看这个 其实这里都 这个是 这块 这块其实是灰色 有没有 这块是一个浅灰 这边是 应该 这个都不是纯白 这应该是 是盖亚71或72 这应该72左右 灰蓝色 灰色 灰色 就算是内扣的细节 所以他们也不会 也不会马虎 你看 这个就是 世界级的水准 手 看一下喔 手 左部 顶光遮一下 应该会比较好快 这样 好像比较清楚 这只手 它是维持这个姿势 它没有做变化 测一下光 它这个 水贴才会看得到 因为它是白色的 没办法 好 再来是 脚步 看到这个细节 我真的是 只要有人要求我们代工的话 其实我也不太敢接 老实讲 这个水准已经 有点可怕 你的客人 相对的 来找我们 一定会想要 一定是玩到这个水准的人 因为这支模子看起来 他们家的模子就是 就是漂亮 但是 途中上是真的需要一点技术跟功夫 你看这些 有压管的什么的 检色分色 全部都有做到 然后像这个 腿肚这边 你看 这边就有三个 三个的 三四个水贴 光这一个面积 就三四个水贴 这边 这边有 你看喔 你看有多少分色跟 那个颗线 背后 背后 后面的这个 就不用讲 这个 一片一片的细节这么多 光喷瓶都很难了吧 因为一般初学者 他们很容易 在这个高潮里面 就是G7什么的 状况会很多 好 这样身体 大部分 多个精油 光间 跟莎莎比一样 他就只是分成渐层 这应该都是 基本的 好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我看看 有什么 比较特别的东西 假如是一样的 我就 不再多做介绍 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做组装 腰部 裙甲的部分 我就直接先把你们装起来 两细节分色的部分 我的淘宝 他这个红色用的很漂亮 这个 我很喜欢 这个是头 钢弹最重要的天线 松紧刚好 他做得很棒 所以他之后他要把他的话语 不会有一些分裂的问题 他的眼睛跟摄像镜头的部分 他们都是用特殊闪光贴来贴 大家最喜欢要看到的盾牌 这里到底要有几色呢 我算一下 传说中是用 这块是要用六个分色 六个颜色下去做 当然你们自己拿到模子的时候的涂装 当然是因人而异啦 但是 他们把该做的细节都做到 这个他们一样是用3D 3D练印的方式下去做处理的 并不是说是用胶板下去磕 当然一定会有胶板 只是就是说 现在的话 主流技术还是以3D成型为主 细节会比以前 以前的原因是做得快又漂亮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 这支的连接比 莎莎比少太多 而且会比较简单一点 它只有莎莎比的三分之一的连接 组装别人的东西就是 不知道它的脆弱点在哪里 所以其实要小心一点 因为有的地方其实他们做改套 有的地方会比较薄 压下去顺便就裂开了 但我相信 他们做的应该是不太会有这个问题 自由跟公制的测诠甲 也是算是经典 很大一片 组装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感觉到它 作者的用心 因为它这个 塞 它这个 口应该都有在整理过 它不会像 因为假如是万代的话 它这个整个装进去的时候 它会 就是会有一个卡利生的感觉 但它这个不会有 因为它这个必须要让人家可以做 拆装 比较不会有一些断裂或者是耗损 因为一直很紧的 一直 一直这个 进出的话 其实也是会破口 它这个都做的刚刚好 有些歪歪的就先忍耐一下 这个角落这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 那个 应该算是一个装饰 但是它会导致 这个角压进去的话 可能一定会刮起 所以他们都没有把它整个压死 这之后 对于在制作上的人来说 会要注意这个地方 地方就是进去出来 就整个又毁掉 等一下 拍照的时候 我们再 我再好好的帮他瞧好 帅帅的pose 给大家看 拍照也会比较清楚 然后 我细的部分等一下 我们再装设 之后我们会 整个 拍照给大家看 细节的部分 可能之后我们 会用 会用影片跟照片的方式 呈现给大家 然后假如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 来电影看 那这个 能 会放多久 导致说真的不知道 因为 因为郑大昭 他 人在 内地 所以 他有时候 回来的时候他 心血来潮拿回去的话 就会拿回去 我切 主镜头好了 这个 满满的细节 这些 翅膀多片到我真的不知道 他要怎么把它打开 摆开 脚底 各部位的细节 头顶 我们今天直播先到这边 那之后我再补上所有的资料 那请密切注意我们的粉丝团跟那个 YouTube频道 GD不卡蛋 OK 谢谢大家 忘了说 我是谢老板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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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